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白秘书 早餐两份创园区西门靠河一侧的 盛级煎饼果子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 520 怎么又是520 喂 老板 喂 白秘书 早餐要两份创园区西门靠河一侧的 盛级煎饼果子 通知各部门提前半小时开会 15分钟之内到家楼下接我 我 老板 张总监 会议提前了半小时 对 李总 此话部必须全员到齐 另外再核实一下 事业部老里的入账问题 我叫白静 今天是520情人节 然而一周前我却被分手了 对方的理由是 白静 你太忙了 你说这算什么分手理由吗 我不管 见命好 今天520你得陪我一起过 张初初 初初 刘晓峰 张初初 你可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事跟初初没关系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你总是加班出差 想跟你逛个超市的时间都没有 这两年你给我做过一顿早饭吗 运过一件衣服吗 你给我捏过一次肩吗 是不是都给你那个老板干了呀 行 既然你那么喜欢工作 跟你那个奇葩老板过一辈子 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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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分钟买米霜 你干吗 你干吗 一个男人换两个煎饼 不过分吧 这就是我的爱情摧毁者 我的老板 金氏安 白秘书 怎么还没 老板 见面 迟到六十一秒 工资扣一百 没想到 他竟是个极度归毛又腾业的人 他脾气古怪 没胃口 不想吃了 老板 老板 还很自恋 白秘书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身体啊 好了 老板 他总逼着我学游泳 害得我差点一年早就睡了 救我 不用 不要 白秘书 我让你锻炼没让你锻气 就连买面都要求可可 一碗面的保质期只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后就会拖到 蓝眼瞎眼 岁月 或者你锻炼 不用 好 重埋 裘子 宇宙 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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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鑽得很疼 老闆 你怎麼來了 明天見面會的文件 還沒弄完 果然沒好事 算了 打字都打不了 文件發給我自己回去弄吧 謝謝老闆 老闆 老闆 怎麼還不走啊 唐飛的油間 怎麼會在垃圾箱裡 白鏡小姐 騰飛正式邀請您的家人 職位為總裁的秘書 薪資按照 十五星 請您必須於五月二十日 二十四點之前上傳離職證明 否則職位不予保留 五月二十日 五二零 不就是今天嗎 完了完了完了 行 既然你那麼喜歡工作 跟你那個奇葩老闆過一輩子 都是近視安害的 我要是能早點看到郵件就好了 我就能夠擺脫他了 老天爺 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只要能辭職成功 我什麼都願意做 喂 白秘書 一定怎麼還沒發過來的 老闆我馬上 喂 白秘書 早餐兩份 創業園區西門靠河一色的 盛機煎餅果子 通知各部門提前半小時開會 十服裝之內到腳樓下接我 這話怎麼這麼二手啊 五二零 就是五二零 我不是在醫院嗎 腿好好的 也沒斷 我不是扔了嗎 郵件 真的有腾飛的郵件啊 只要能夠讓我辭職 我什麼都願意做 難道 我的願望實下了 小胖 我不是群主 愛的不了所有人 你幫我通知一下大家 今天的會議提早了半個小時 謝謝 反正最後還是我吃 白婧開啟新的人生吧 今天我就要辭職 我就要辭職 是 早了吧 對了 修扣 好了老闆 沒胃口 不想吃了 謝謝趙叔 謝謝 你憑什麼讓人生開除我啊 不好意思 開完了 你憑什麼讓 開除你是因為你收受回扣 還覺得冤嗎 我 如果再不走的話我交保安了 好 老闆 午餐拉麵已經買好了 從起鍋到現在沒有超過五分鐘 聽說你已經安排人事處理了事業部的勞理 白秘書這三年在我身邊 果然學到了不少 明天競標會的所有文件也已經發到了您的郵箱 包括財務報表 很好 白秘書讓我省了不少心 老闆我有話要說 說 好 我要辭職 白秘書 我知道你剛失戀 但我希望你主動收回你不成熟的神經 如果你連工作都沒了 也會更難過 你剝奪了我的自由 我想我需要的是一份能夠平衡我的生活和事業的工作 怎麼想怎麼忘了吧 老闆 請批准我的辭職 我不想再說第二遍 白秘書 從來只有我拒絕別人 還沒有人拒絕過我 除非我想讓你離開公司 不然你就做好在公司養老的準備吧 我 怎麼回事 小心 我 我怎麼懂不了了 白秘書 很遺憾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由於你是總裁最好的秘書 公司決定報銷你之後所有的醫藥費 你只需每日給老闆讀報 陪伴他終身到老 這是您新的聘用合同 老闆 為什麼 為什麼我都這樣害怕 多不了解釋啊 為什麼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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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幸好沒談 看來只要辭職沒成功 就會一直在520之間巡迫 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限定十五分鐘內 出現在我家樓下 你自己幹吧 老娘不幹呢 從來只有我拒絕別人 還沒有人拒絕過我 不行 他肯定不會同意我辭職的 煩死了 我到底怎麼樣才能辭職嗎 平底鞋總摔不了了吧 小心 小心 到底怎麼樣才能辭職啊 我不想再把這破面條了 啊 白秘書真自慮 買外賣都不忘鍛鍊 白秘書 你戴耳環 謝謝 要不我幫你戴吧 不用了謝謝 白秘書 今晚要不要一起吃飯啊 去吃 去找他H2 哦 好 老闆 你的麵 沒胃口 不想吃嗎 我在外住三小時 行政部的小房 就在戴心睡覺了 但旁邊的老屋去廁所 已經去了十五分三十二秒了 保健部的張姐又用擦了馬桶的媽 不得擦前台了 白秘書 你怎麼看 那他們真是 太不應該了 得快點辭職了 不然又來不及了 嗯 老闆 您相信星座嗎 略有 我之前算了一下咱們的星盤 咱們倆相剋 繼續相處下去呢 我可能會給您造成血光之災 我想了一下 還是辭職吧 你的心意我領了 只是我身份上的生日是錯的 你是摩羯生獅子 我是處女生射手 很大 這樣啊 今天下午的簽約會 雖然很順利 但是明年的投票會更重要 看你失戀了 反正也沒人約你 不如你 老闆 到了 白秘書 今晚 今晚想必有很多人約老闆過節吧 那是當然 那就祝老闆520快樂 我下班了 去去去去 不許我辭職 還想讓我加班 做夢吧你 白秘書 你吃辣真厲害 不開心的時候 吃點辣的挺好的 白秘書 你不開心嗎 碰到金山安那樣的老闆 誰能開心得了 白秘書 看來 你對金總有點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徐海深仇 其實 你要是幹得不開心 沒必要勉強自己 像你這麼優秀的人 去騰飛應該都沒問題的 你可太說到我心裡去了 我太想自 和在下班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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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白秘书 白秘书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没有什么是一堆火锅解决不了的 还好有你 是男人 白秘书竟然谈恋爱了 老板加班 秘书竟敢过去谈恋爱 阿哲 谢谢你送我回家 没事 应该的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白秘书 嗯 我想说 不管你是否决定辞职 我都希望明天能再见到你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喂 白秘书 我希望和你严肃地谈一谈 正好 我也要严肃地和你谈一谈 白秘书真的不好啊 喂 不是 喂 你不是要谈吗 喂 吹 吹 能怎么做才能辞职啊 静静 妈 我安错了 我上班 快来啊 你等一下 上次我让你家的那个 独博的小男孩 你加了没有啊 最近挺忙的 我没时间 你忙什么忙啊 你看 你都笨三的人了 都像还没一个 你到底想婚成多老的姑娘啊 我上班呢 而且 我在二十五 女孩子二十五了 日子就越来越快了 你要是在那儿婚不下去啊 就赶紧回老家来 这安分也是一种选择 妈 我 来秘书 上班时间不要打电话 静静 有情况啊 什么有情况啊 怎么没情况啊 刚才那个是不是你们老板呀 你不是最讨厌他了吗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 妈 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我关了 老板你找我 关于下午三点的会议 开会先等一下 阿姨一定对我还满意吧 阿姨现在一定认为 你这么普通的女儿 能找到我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一定是你三生修来的夫妻 老板说得对 不过白秘书 你可不要误会 我不过是想帮你逢场做戏 让你在公司踏踏实地工作 你可千万不要有误会哦 老板您千万放心 我不会的 会也没关系 毕竟很难让能抵挡住 我的魅力 好了 去工作吧 阿成 帮忙还下水 好 马上 我来吧 谢谢你啊 白秘书 小事儿 白秘书 那个 我想今晚 今晚一起吃饭 白秘书的臂力果然超全 把我办公室水也换一下 这是下午的签约文件 您先看一下 麻烦你了 没事儿 我先走了 不是 今天晚上 白秘书 今晚和我一起留待公司加班 反正也没人约你过节 哦 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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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 开心点 要不是因为加班 你怎么可能有机会 和我一起过节 这份狱子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将计就计 老板欣诞 便宜 Wells 好 白秘书费心了 看来你很珍惜这次与我 共济晚餐的机会 那是 老板 今天过节 我们喝点酒吧 难道白秘书想对我做点什么 干杯 老板 小心喝多 来点测打水 白秘书这么在意我 楚哲 明天的竞标会 新时代的策划案 你拿到手了吗 没想到吧 苏打水配酒 一口就送走 老板 你看啊 只要呢 你帮我把这个给签了 咱们就了清了 签这里 签这里就好了 白秘书 你真的是 最懂我 最经验的秘书了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 离开我的 奇怪 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快 白秘 你可是要离职的人了 不能被美色迷糊 白秘 别离开我 老板 你别乱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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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 冷静 冷静 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太好笑了 只可惜到了明天就没了 不然我一定做成表情过拳法 白秘书 你真的很让我安心 我不能离开你 这是在夸我呢 不过 你不要以为和我这么帅的老板 一起过节就可以不工作 做梦还这么自立 睡觉吧 白秘书 我好热啊 对 白秘书 别离开我 想什么了 白秘 他就是想让你伺候他 这大晚上 要算你了 又怎么了 白秘书 去哪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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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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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会死啊 白秘书 你真的是最懂我 最经验的秘书了 难道 是我做得太好了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不靠谱秘书的厉害 看你还敢不敢用我 这个 还有这个 再查一下 老板 你的咖啡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是我最讨厌美式吗 立马说我都能给我滚蛋 白秘书 你笑着吗 我得打 没什么 没什么 晓鸥 怎么没生气啊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辛苦各位 来 秘书 你是怎么知道我乳糖不耐的 做得很好 在我还没有发话前 就事先关注了我的体检报告 并及时更改了咖啡的口味 这三年在我身边 果然是学到了不少 虽然很苦 但让你健康 白秘书 半个小时应该 能到客卫公司吧 没问题 到了 叫我 对不住了 老板 白秘书 怎么还没到 对不起 老板 我迷路了 怎么会迷路 就沿着五环走职一直到啦 对不起 老板 对不起 插播一条城市最新路况 五环发生石车连状事故 预计将会封锁通行 请席人车辆注意绕行 合理安排出处时间 诶 你说可以啊 有先见之明 我也是没想到的 这都行 冯率 对不起 冯率 我连续点不舒服 所以来晚了 是不是当落会议得进场 还好你们来晚了 老板可真偏心 就是 明明是冯率你 觉得对方公司着急签约 发现有蹊跷 还涉及诈骗 怎么功劳全被白秘书抢了 就是啊 别那么说 多亏白秘书 开错了路又集错了会议室 不然我们就和一家诈骗公司 监约了 白秘书 是你挽回了公司 将近一千万的损失 这个奖你当之无愧 谢谢 今晚又失败了 白秘书 你今天晚上 有空一起吃饭吗 白秘书 帮了公布 金牌员工的奖品 奖品是一次和总裁 共进晚餐的机会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就今天吧 老板 我们去哪儿吃啊 那就要问你了 总裁的秘书出去吃饭 不应该秘书预定餐厅吗 老板您说得对 但是因为今天过节 所有服务和老板您要求的餐厅 都已经订满了 不如我们就各回各家 改天吧 老板 应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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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应铭去我家吧 就去我家做饭吗 我做饭很难吃的 我不挑食 出发吧 撞到人了 长没长眼睛啊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购物车是放商品的 不是载人的 你说什么呢 没事 说人还有理了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不好意思啊 算了算了 你为什么要跟那么道歉啊 本来就是我撞到别人 我撞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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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白秘书是吧 总听世安说起你 来 来 这件衣服我帮你运一下 金世安这个妈宝呢 这么大了还让妈妈洗衣服 你们先休息 一会儿我去做饭 不用了 不麻烦了阿姨 麻烦什么呀 应该的 白秘书 随便逛逛 不用客气 这是什么呀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 我先走了 这是擦桌子的 我去洗一下 快还是年轻人的 节奏就是快 是年轻人的 老板 饭做好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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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小伯母 肯母 以后记得敲门 太孤了 老板 老板 这边没有门 小伙子 起了 好 居然 还挺有量的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没事 白秘书 你的嘴上 左边 再往上面一点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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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怎么了 明天竞标会的文件还没看完 我先去趟公司 吃饭把家里都收拾一下 自己走吧 我到底在想什么 不知道白秘书走了没有 来 累死了 我洗什么洗啊 过了十二点 自己不就干净了 哎 仔细看看 还真是好玩 哇 五万块钱的床垫 莫着就是舒服啊 反正今天也没辞职重工 不如就享受一下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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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板 你在干嘛 他该不会装监控了吧 我 还在我家 哦 对 不过马上就可以走了 白秘书先别走 在我回来之前 你最好先 喂 喂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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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命的去命的 反正也辞不了之 不如 好好享受一下 明天再说 老板 我成了也好像饭了 我想休息一天 好不容易给自己放假 得好好享受才行 反正花的钱 明天就又回来了 老板 一杯咖啡的最佳温度是75度 比较好 在哪儿呢 老板,你要的报表在这一页 明天竞标会的资料,还得和白美术确认一下才行 同事们都到齐了,现在就差奶茶同志了 没想到白美是这么在意自己在我心中的倾向 白美术,不用可以打扮了 你怎么来了 你干吗 肠胃焦凉了,还光聊走 你该不会是分手后整天哭哭啼啼,堵无私人 这才得了新病吧 没有,我就是忘了 分手后就应该扔掉 扔得好 如果你以为我是来探病的,狗马鸟失望了 电脑拿出来,文件我们对一下 阴魂不散 走走,是奶茶 我去 我去 珍珠奶茶加芋泥加椰果加波波 这是粥吗 胃不太舒服吗 就像吃点粥 想喝粥就喝粥 奶茶对身体不好 我的奶茶 白秘书 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我 为了你能早点康复,好好工作 我决定勉为其难给你煮一碗粥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 粥 粥怎么做 白秘书 你家有香蜜海盐吗 没有 没有 你在干什么 白秘书竟然抱着我的照片睡觉 老板 你不要误会啊 这是明天发布会用的照片 不用解释 很正常 去我喝粥吧 快吃吧 这也太清淡了吧 我想吃小龙虾 烫 吃吧 没想到 他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怎么样 谁 我 我是说粥 我去趟洗手间 我在干什么 对了 下午 下午还有和骗子公司的签约会 不能让金山安雪 这个点好吃 好 好 白秘书 门怎么开不开了 老板 我帮你看一下 你别着急啊 老板 门好像坏了 快点给开宿公司打电话 我下午还有会 好的好的 那您稍等一下啊 不记得 冷 好 好 我 等不得开锁公司了 来不及了 冯略 对不起 我要晚到一见 你和对方公司解释一下 是 信号你没来 我查出对方公司有信用问题 签约的事 我们还是要换一换 厕所的门立了大功 那时候就是充满蓝金系啊 喂药 吃了它 我好多了 不用吃了 喝了我煮的粥当然会有所缓解 但它只是暂时的 得车要巩固 不用了 吃了它 真的不用了 不要吃 糟了 白晶 马上就下班了 不知道拉我回来干什么 真的 不过 要是以矿工也用看出我的话 那就太好了 人呢 打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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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开除了 金总 对不起 他一个实习生 别让他帮忙打卡 他也没办法拒绝不是 你的意思是他没错啊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年轻人总会犯错 但是希望你能给他一次机会 就像是 您总是大度的给我机会一样 下不为例 谢谢金总 白秘书 谢了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估计不行 今天还要加班 我突然想起了我也要加班 那就吃加班餐吧 我来安排 白秘书 公司加一条新规定 凡是职场恋爱者一律开除 对啊 开除 突然抽什么风啊 开除 对啊 开除 阿哲 这怪不怪 太丰盛了点 还好吧 今天过节嘛 给 阿哲 我喂你吃吧 来 张嘴 再吃点什么 这个好不好 这个 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啊 我特别喜欢看动漫电影 我也喜欢看 真的 那 老板 你这是 今天也算过节 给你们一次和总裁共进晚餐的机会 白秘书 包箱 好啊 金总 要不我来播吧 不用 我吃 我吃 看到了吗 金水 看到了吗 对了 阿哲 你平时周末 都喜欢干什么呀 嗯 打打羽毛球什么的 你呢 我也喜欢打羽毛球 那周末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啊 好啊 嗯 金总要一起吗 嗯 我可以 金总值打高尔夫 就我们两个一起去嘛 好 阿哲 好 去冲冰茶 哦 好的 老板 我觉得吧 我跟阿哲真的挺合适的 女大三 斗金砖 我们两个 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照这样发展下去 老板 你还记得 你刚刚提的那个新规吗 我 我 还有阿哲 什么新规 我不记得 送回家 他到底开不开出我 白秘书居然喜欢拿羽毛球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白秘书 除了羽毛球 你还选什么别的运动吗 嗯 瑜伽啊 瑜伽我也可以 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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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 多久到她家 嗯 还有十五分钟 停车 嗯 诗言 你来接我啦 风律 我是白秘 扫兴 今天没有遇到你看电影 真扫兴 你还记得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吗 那会儿 只有一间办公室 只有一间办公室 现在都一整葱萌了 哦 嗯 是 其实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想说就说 我喜欢你 哦 风律 对 我对你没有出同事以外的其他感情 老板 她已经睡着了 老板果然是以身作作 容不下职场恋 我跟阿哲 送她上楼 哦 下车 难道你要让我给你开车 哦 不敢不敢 回来了 这位就是白秘书吧 阿姨好 这么晚了还送诗安回来 辛苦了 不辛苦 果真哪 就像诗安说的一样 又漂亮又能干 嗯 白秘书还不走 事儿进去坐坐吗 不不不不不不 我马上回去 嗯 阿姨再见 老板再见 好 再见啊 又没辞职成功 我 可是 我喜欢你 这个冯绿怎么想的 真想不通金山有什么好的 听一听 我干嘛在这个 出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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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出名的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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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出名 我店的包包车辆 老板 别着急 他一会儿自己就回去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晚安 老板 出名的出名的出名的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用做这些破事 是 果真啊 就像施安说的一样 又漂亮又能干 这个金施安 一看就是个马宝男啊 要是能让他妈妈讨厌我 他就没理由抓着我不放了 今天下班就杀去他家 一定能成功 但是 还得先买着破面 金施安怎么可能不喜欢 这么优秀又自律的女儿呢 白秘书 冯烈 想什么呢 对了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下午签约会的事情 你最好再好好调查一下 这下冯禄要立功了 金施安应该会答应他的邀约吧 糟了 如果金施安去看电影 那我的辞职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不行不行不行 白秘书 今晚 不好意思啊 我没空 不就取消个会议吗 怎么说这么久啊 什么时候发现的 之前被调时有些疏忽 科威实际控股人是王总 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对接的李总 王总名下有是间诈骗的公司 签约的事我们还一下 老板 您的咖啡 不是已经有了吗 那杯已经凉了 这杯温度刚刚好 好 那下午的会议 马上取消 法务这边 你主要有涉及对方公司 涉嫌诈骗的证据 免得被对方诟病 我来安排 你这次立大功了 佳佳 你在干什么啊 白秘书 你对不起 对不起 沈 今天晚上 有和我一起看电影吗 都叫上佳佳了 金山肯定答应他了 算了 大不了退后一天辞职了 这次就做个好人吧 这是什么 我不会对金山有什么奇怪的想法吧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最近太累了 好 你在干什么啊 白秘书 没什么 怎么了 老板 还没到下班时间 我看你已经很闲了 下楼开车 准备送我回家 老板 你下班 直接回家 不然呢 他不去看电影 也就是说 我的辞职计划可以继续了 没什么 我连把我给你开车 好 白秘书到底嫌我什么呢 世恩 晚上有空一起看电影吗 不好意思 冯绿 我家里还有事 其实我 我 冯绿 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事 你 怎么了 今天过节嘛 打扮一下 出发 打扮成这样 一定是原来男人 白秘书 今天那工作都做完了吗 没有啊 没有你还 所以我特地来你家 跟你一起加班 好吧 原来白秘书 是为了见我才打官的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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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白静 坚总的秘书 白秘书 好像跟听说的不太一样啊 你是不是在阿姨那里说人家坏话了 你说什么刺激了 你就是在阿姨面前说我坏话了 真讨厌 我去穿件衣服 好 阿姨 我渴了 给我倒杯水吧 好 在 那点薯片 切个果盘什么的 好看吗 好看 是安送的 老板还给秘书送这东西 我们当然不光是老板跟秘书之间的关系了 你懂的 那是 你放心啦 我是不会缠着他的 我有五个男朋友平时忙都忙不过来 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深圳成都 我给你看照片吧 我给你看照片吧 够水性洋花了吧 当然还是山都有最好 这个你猜多少钱 三百 五百 不 五万啦 这个东西只有五万 实际是一缕五块的跌摊货 大人这都不算什么 门口的那台车呀 早就已经放到我的名下了 够败家了吧 世安 你对白秘书可真好 这些菜合不合你的胃口 快尝尝 看着就没什么胃口 这些可都是世安从小吃到大的呀 那可真是太委屈你了 好 以后我做给你吃 那今天还是点外卖吧 吃豆腐 这件衬衫是意大利摄警师的定制款 上面写着 脑窝声音不能吸大 终于生气了 白秘书 你想开除我吗 开 开除你 不对不对不对 不应该是你拿出两百万 让我离开你儿子吗 我儿子 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老板不是你儿子吗 我妈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张阿姨你可以下班了 好的老板 不是吧 这样的反转都可以啊 老板 你听我解释 误会 这都是误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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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 你今天立大功了 什么意思 张阿姨做饭确实难吃 也常常把我的衣服洗坏 但爱于打小就是她照顾我 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你还会有不好意思说别人的时候 不过经你这么一闹 她应该充分意识到了 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天又过去了 还是没辞职成功 白秘书 别贪杯 白秘书 别贪杯 白秘书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白秘书这是戒指酒胆 要向我告白啊 白秘书 白秘书 你疯了吗 我是疯了 你觉得我很想待在你身边吗 我想辞职都想疯了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全公司没有人喜欢你 除了风率 白秘你不要说了 你会后悔的 我最后悔的事 就是成了你的秘书 你是一个自私又让人生气的家伙 你只顾着你自己舒服 我空调温度开的那么低 你没有看到别人都冷的该该毯子了吗 还有加班就是加班 不要拿什么没有选到来皮尤为我 我是来上班的 我不是来上学的 白秘书 我不喜欢游泳 你害我差点被淹死 每天让我吃你吃剩下来的煎冰果子 我不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其实啊 允许我辞职 就这么难吗 我的生活 都被你给毁了 你 原来 他这么答应我 爸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楚哲 记住你要做的事情 毕竟你是腾飞的人 明天的锦标会 新时代那篇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脱榜了 我就是在哪儿啊 你家 你家 我就是在哪儿啊 不好意思啊好像後座 沒做什麼奇怪的事吧 下車 上去吧 白秘書 你的東西 謝謝老闆 老闆明天見 再見 這次是真的在家 離職證明 金詩人竟然簽字 同意我離職了 怎麼回事啊 不快把藥來 白驚 白驚 有人嗎 白驚 你怎麼了 有人嗎 白驚 白驚 救命啊 新聞小徐一號二等於發生電梯師傅 請馬上出去了 我怎麼這麼倒楣啊 好不容易剛剛離職衝鋪了 才遇到電梯師傅 白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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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白驚 老闆 白驚 拉住我 拉住我 快 快 踩著我的背 上去 快 來 我老你上來 我已經叫上房車了 一會兒就過來了 快上啊 你上 你的 天啊 天啊 病人的情況還不穩定 就看這幾天能不能醒過來吧 你得做好最壞的打算了 嗯 老板 我没想到你会为了救我 一定很疼吧 对不起老板 只要我不上船离职证明 循环就能继续 过了十二点 你就会重新好起来的 成功上船 不可能啊 怎么会呢 我明明没有上船啊 你为什么这么傻 你上船的离职证明循环就会解除 你怎么好起来 对不起老板 抱歉 您好的 如果我们的照片 我不会就会 了 您的心态 我跟我们的患犒 可以说 一切都结束了 呢 我们的心态 拜托 拜托 我 拜托 我 拜托 然后拜托 啊 啊 啊 白鸡 金山竟然是這麼狠 是我錯怪他 白鸡 歡迎加入騰飛公司 白秘書 你竟敢背叛我 不是的 你聽我解釋 我沒有 背叛我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 金山沒有打電話 循環真的結束了 去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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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鸡 你聰明了 你是變胖嗎 你別讓我喜歡 怎麼感覺紋身酸疼 müsst椅子 去命呢 你知道你有多討人厭嗎 怎麼會做這麼可怕的夢 不會是醫院痛苦人們了吧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去命的去命的 喂 早 白秘书 曹白 你醒了 太好了 我通知了各部门 提前半小时开会 十五分钟之内 到脚楼下接我 早餐有两份创业园区 天天天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你在说什么 今天几号 你是秘书还是我是秘书 赶紧 好手好脚 气色红润 真的没事 开门 好 好了 老板 老板 修扣点了 一模一样 没胃口 不想吃了 糟了 电梯 老板 电梯坏了 还是走楼梯的 我已经在车上了 好 马上马上啊 不是坏了吗 让开 怎么回事 还是走楼梯吧 这些文件 好像都看过 还有刚才的袖扣电梯 怎么好像都发生过 分明是辞职成功了 为什么循环还是没有解除 如果是这样的话 白秘书 难道 辞职和循环无关 糟了 完了 老板 你给忘了 白金儿 你凭什么让人事把我开除啊 我的人你敢 好 金总 滚出去 不要影响公司形象 还是晚了一步 可为什么我还有预感呢 老板 是 该去买面了对吧 我现在收拾一下 马上就去给你买 怎么一听到面里觉得腻啊 白秘书 你重吃什么 我 他今天怎么不吃面了 白秘书 你还能吃饭吗 咸起来好 老板 麻辣汤虽然价格低廉 但是灰酥搭配适宜 还有麻辣 清汤 多种口味选择 是极佳的大工人午餐 我是说帮我加点葱花 葱花 葱花 这个味道很香大学路上那家 张姐 麻辣烫 学校东门 三百米网药的胡同里 老板 你也去过 那家店那些学校很出名 我就经常在那家吃宵夜 白秘书 你毕业后为什么来了新时代啊 因为 真 你还来吃麻辣烫啊 白秘书 嗯 合同期限需要改成五年 你能去改一下吗 哎 哦 没问题的 老师 今晚 方律 接下来你要说的话 我确定还是不要说了 因为你不会得到想要的答案 还有 我的秘书什么时候 轮到你的安排工作了 我是想说下午的签约会 签约会 科威实际控股人士王总 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对接的李总 王总名下有涉嫌诈骗的公司 下午签约前 对方公司王总的 被调信息同步给我 好 我也不想要 我已经改好了 冯绿呢 先坐下 先把饭吃完 哎 哎 我给 还是那个味道 好 之前被调是有些疏忽 可为实际控股人是王总 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对接的李总 王总名下有涉嫌诈骗的公司 签约的事我们缓一下 结尾钱 把对方公司涉嫌诈骗的证据 都调出来 免得被对方诟病 奇怪 怎么我还没说方略就发现了 白秘书 通知各处 取消下午的会议 好 我预感的事全都发生了 我预感的事全都发生了 难道 我果然是天选之子 白秘书 上则所也要跟着吗 我这不是怕凝望带池吗 怕你又去坐电梯 你先回办公室等着 有什么事我再随时叫你 秘书就应该随时守候 不是 你在这儿我怎么能够轻松地 轻松地 那 我回办公室等你 白秘书这么依赖我 真是让人苦恼 原来 他也会害羞啊 怎么还有点可爱 老天爷 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此不此之不重要了 拜托解除轻药吧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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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白秘书吗 看见了 他是不是最近被金总搞得压力有点大 脑子坏了 有可能 金总天天都压扎他 我听说前段时间 他被他钱带又甩了 估计是受了点什么刺激 还有这事 对啊 允许我辞职 就这么难吗 白秘书要辞职 不可能 有我这么好的老板 他怎么可能想辞职 都二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出来 这次不会掉马桶里了吧 白秘书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没有啊 最好是没有 把明天竞标会的资料读引几分 我们对一下 好的 阿哲 怎么了 只好想卡住了 我来看看 好 我想辞职都想疯了 白秘书为什么要辞职 怎么还没回来 我来 人呢 还没真是越长越好看 这是什么 好了 谢谢你 白秘书 机器有点老化了 你可以去后勤部呢 申请换个新的 白秘书 你今晚有空吗 我吃过一家叫法兰西的餐厅 还不错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 他果然要辞职 不了 还是下次吧 白秘书 打一个文件需要这么久吗 马上 我先过去了 老板 刚刚修了打印机 所以来晚了 对不起啊 你对不起我的就这个 白秘书 从来只有我拒绝别人 还没有人能够拒绝你 白秘书 你很有勇气 这是什么 财务科小刘的辞职线 她说 她家里孩子大了 她会老家的孩子了 刘霞 刘霞居然敢 刘霞你竟然敢离开我 老板 刘霞刘霞 请教会资料 她是在我家铁的私职人 不让她进去不就行了 白秘书 您可以下班了 老板 我还有工作没做了 可以去你家继续工作 万一你又跑去坐电梯 现在是下班点 工作和生活要分开 没关系的 秘书就应该二十四小时待命 也能跟着老板 您多学习学习 白秘书 加班就是加班 你是来我四上班的 不是来上学的 请你分清场合 怎么突然有这么高的觉悟啊 更何况我今天家里有人 不是很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正准备出门呢 白秘书是吧 跟诗安说的一样 又漂亮又能干 对了 诗安 今天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应该放在这儿吧 我走了 你们今晚想加班到多晚 就加班到多晚 年轻人嘛 通宵也行啊 老板 这个是 本想竞标会结束后 给你的加班奖励 还挺大方 那多谢老板 我现在就进去换手 还是要得进去了 老板 竞标会的资料已经和 对不起 老板 没事 难道是白秘书 没忍住对我做了什么 才有研究辞职 老板 我找到了取字笔 这个呢特别好 我自己来 没关系的 我帮你擦一下 我我我说了不用 真不容易 。。。 原来 白秘书这么讨厌我 白秘书 我干嘛要闭眼啊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我 还是无意儿是 这不是预知 是玄幻 我果然是要拯救世界的男人 白晶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白秘书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好 完了完了 这事儿肯定在嘲笑我自作多情吧 我端端的为什么要闭眼啊 丢死人了 怎么没电了 十点半了 老板 老板 你怎么来了 白秘书 学与矿工了 电话不接早会也不参加了 淡定 反正他也不记得 淡定 对不起 老板 我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刚好 我睡过头了 刚好吃午饭 我给你买了五个煎饼 又开始给我买午餐了 难道他真的对我 谢谢老板 这个点在我翻一起 多吃点 我不喜欢吃 我骗人吃 今天的煎饼怎么这么甜 怎么感觉 吃得还挺开心 挺厉害的嘛 还会全机 我还有金腰带呢 白镜 你居然这么讨厌我 老板 你听我解释 这五八八的 一看就被打过很多次 好心没好报 吃什么吃 换完一份去公司 白镜 你太胖了 走楼梯锻炼吧 你太胖了 真的很胖 明明闹着辞职要去腾飞 却爱这么认识工作 你看一下 这个记得我们的收复 还有那个 白米霜 你到底在想什么嘛 难道 白米霜是腾飞派来的 商业间谍 谁呀 果然被我抓到了 白米霜 怎么又拉我手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 是 李总监的 工资结算 辛苦了 他这是怎么了 我又是怎么了 白米霜 白米霜 也不像背信其义的人 难道是急用钱 才被灯飞收买了 你已经盯了我十分钟了 他到底想干嘛 你已经盯了我十分钟了 老板 老板 这是我的被子 我渴了不行吗 你 白晶 你凭什么让人事开除我呀 金总 你一定得替我做主啊 白米霜是 是我要开除你 出去 他今天真的很奇怪 上班时间 白米霜要去哪儿 难道是 去和灯飞街头 又跟着我干嘛 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 老板 有事吗 白米霜 家里村出什么事了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天啊 都开始关心我家里了 一切都好了 现在很多人 想要花明天的钱 有没有能力还 你用过网贷吗 网贷 老板 你要借网贷啊 是公司的资金 我是问你 你有没有借过网贷 但是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用了 那个 你这是去哪儿 上厕所 你呢 我 我也是 好巧 那一起啊 那呢 好巧 那啊 好好好 白秘書 你覺得騰飛如何 騰飛 騰飛挺好的 和我司相比呢 騰飛是一家有經驗的大公司 相比之下 肯定比我司的根基更為扎實 白秘書果然有耳心 別過來了 白晴 你要忍住 下車 果然像著騰飛 白秘書真虛偽啊 白駕 老爸 不好 秦山這個神經病 莫名其妙生什麼氣啊 一會兒說送我鬼去 一會兒又讓人下車 你一會兒 你男生 好 嗯 我 我 他 你 沒事 我 你先开始了循环 对 我一开始以为 只要辞职成功 就会结束循环 但是你上次 帮我上传的离职证明之后 还是循环了 果然不是因为 讨厌我才辞职呢 所以 你是想解除循环才辞职 也不见识 所以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吐槽我自私变态万额资本家 还把早就准备好的离职证明 拍我脸上是你的心里花 真的吗 还有这种似的 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会记得 更不会明白 我做的那些事是为了 出名的出名的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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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出名的 喂 老板 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算了 借着说循环吧 老板 你那边信号又不好了 好了吗 嗯 老板 我想起来了 之前每次循环 都是因为你给我打了电话 这电话让我们陷入循环的 我 我怎么会半夜给你打电话 再说 我刚才那次循环 我没给你打电话 对啊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饿了 开门 我在你家门口了 马上 白秘书 找背修部需要按电梯 我不想再爬楼了 好 哦 那 公司的电梯 要不要一夜检修一下 怎么 之前公司的电梯 也出现了问题 在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打电话给别救顾吧 我饿了 准备早饭 要不 你愣一啥 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循环的时候 你给我做过海鲜蒸 第六次循环的时候 还问我家里有没有什么 我没有的夏威夷海颜 你还知道写什么 我还知道 你根本没有夫妻 白秘书 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前几次吃的煎饼 其实都是我做的 还有你不是让我游泳吗 做循环以后就没有去了 怪不得我觉得你长胖 循环里怎么可能长胖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 冯环喜欢你 我又不喜欢他 才说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 不差他一个 对对对 我们还是聊聊 怎么解除循环吧 嗯 你说的可当真 你说的可当真 结粉能交换灵魂 能不能解除循环呢 白秘书 我找到了一个解除循环的方法 要试试吗 嗯 好 他在干什么 这就是你说的方法 好像不太行 哦 可能十二点进才有用吧 晚上再试试 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闷啊 哦 是有一点儿啊 要不出去吃饭 哦 好 我听说这家餐厅不错啊 对 你看看这 这是招牌菜 谢谢 谢谢 静静 你别误会 就是小枫她心情不好 我陪她散散心 嗯 接着编 白秘 我就是跟楚楚在一起了 怎么了 这就是你那老板吧 天天陪终于陪到床上去了 为了钱你给我拼的呀 白晶 真脏 你 不是她脏 是你心脏 白秘书 你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拒绝了我 我 数目寸光 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拼搏没有错 你根本配不上她 不过 还是感谢你离开了静静 这才让我有机会追求她 金总 VIP包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我突然没胃口了 为了表示感谢 让给见二位吧 二位不用排队了 二位请进 VIP包间的最低消费五千 多少 今天谢谢你啊 今天谢谢你啊 知道谢谢就好 你不是说我自私变态没人性吗 没有的事 怎么了 在我们老家 是不能踩井盖的 踩井盖会倒霉的 而且就在我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就是因为踩了井盖 踩骨折的 井盖呢 应该跨过去 看我拿 走 怎么不踩也倒霉啊 别动 阮祖是瘦伤了 没事 痛不痛 不痛 白秘书 对面有家药店 我去买药 嗯 白秘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好 喂 维修布尔 电梯修好了吗 什么 电梯被人当我手脚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走啊 急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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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说 是 是 老板你忍一下 等到十二点循环就解除了 还有一分钟 哦对 要试试接吻能不能解除循环 你忍一下 等到十二点我就亲你 还有二十秒 不能亲 循环解除我就死了 你怎么这么着急 行 那我来了 三 四 三 二 一 还好没解除循环 陪秘书不仅不救我 还想杀人灭口 你怎么进来的 白秘书 我很失望 我都伤成那样了 你还想亲我解除循环 其心可诛 昨天不是 你自己倔个嘴 非要让我亲你解除循环吗 舅 舅 我说的是舅 不让你帮我转救护车 舅 那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嘛 再说 马上就循环了 时间来不及了 来不来得及是救护车的事 你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 金世安我 金世安 之前你救过我 所以前几次 那是我让着你 但你不能对我提太过分的要求啊 而且 你换个角度想一想 现在是在循环里 你也没给我发工资 咱俩就是友好共商的关系 不存在什么上下级 行 等学员解除 我们再算总长 好 对了 昨天维修部检查电梯的时候 发现电梯被人动了手脚 喂 等一下 怎么了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在电话里听到你那个噪音就是 是坠梯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都在经历电梯事故 对 虽然电梯事故 它不是每次都发生 也不是循环的关键 可真实说明了 每一次循环都有人要害你 包括我家的电梯 还有昨天的车祸也是 有人要害我 对 按照无限留小说的设定 找到凶手就是解除循环的开关 可是 我这么受人爱戴 谁会想害我 那可太多了 好嘞王总 你放心吧 有我在这公司 你一定能成 一定是他 被开除了心怀不满 所以想害我 不对 上个循环你根本就没有开除他 他没有要害你做案动机 那会是谁呢 我知道了 是小胖 小胖为什么要害我 因为你 夏天的第一杯奶茶 一杯奶茶的热量是五百卡 按照你的基础代谢 至少要跑步 一小时才能消耗掉 你兄弟还要喝吗 一杯奶茶就要杀人 更好看你知不知道他有脂肪肝啊 哦 哦 那飞飞才应该是最想杀你的人 她特别怕了 我挑剔空调还不是为了警告你 警告我干什么 工作场合穿裙子穿长一点 总穿短裙 其他人都盯着你看 你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效率 他们两个也有限业 很好 你们今天又比别人都学到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现在十一点十五了 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地铁 我特意让他们在最后一班地铁前回家 多贴心啊 有什么问题 公司规定加班到十二点 可以报销回家的打车费 而且第二天考亲可以晚到一小时 你倒好你每天都是十一点八在放他们走 真会卡点 这么看来 公司的所有人都有害你的动机 也难怪 平时那么讨人业 大家要害你也正常 白秘书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的作案动机才是最大的 我我我我怎么可能 每次出生 我都是跟你一起的好感 万一你想同归于尽呢 金总 白秘书 你们有事吗 为福斯坊 明白 我吃过一家叫法兰西的餐厅还不错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 阿哲 这会不会太丰盛了点 不对 阿哲也有点古怪 什么 他一个实习生 张口就要请我吃人均五千的法材 而且啊 还开着几十万的摩托车 他 他约你去吃饭 基本上 每次循环都会约 那他到底约了你几次 嗯 哎呀 没几次 不过 我今晚得约他吃饭 好好试探一下 阿哲 帮我查个人 是吗 仔细看全是名牌 嗯 白秘书 其实今天就算你不约我 我也想约你来着 我知道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我对你 老板 说说吧 让我们新世代为了是吗 楚哲 楚少爷 没错 我确实是腾飞集团的继承人处折 阿哲 不会真的是你在电梯上动了手脚 又害金山吧 什么电梯 这是早上维修部 在维修电梯时发现的 远程遥控可以使电梯断电 导致坠落 你怀疑是我在电梯上安了这个要害金总 你怀疑是我在电梯上安了这个要害金总 口血总裁文看多了吧 都二十一世纪了 没有什么商战难反派 我爸让我来新世代 确实是为了调查竞标会的事 但我拒绝了 我希望腾飞和新世代 可以保持公平良性的竞争 互相学习 而不是搞一些阴谋诡计 原来是这样啊 白秘书 真没想到你是这么想我的 如果这就是你今天约我吃饭的理由 那我就先走了 看来我们好像真的误会他了 其实阿哲看起来挺单纯的 腾飞太子爷来我私事其实要单纯 我看你才单纯 你说话怎么阴仰怪掉的 我就觉得阿哲不是那种人 你到底吃了他多少顿饭 这么信任他 我倒是想好好吃几顿 哪次不是被无良老板给破坏了 你是在怪我 成员了成员了 那既然不是阿哲要干的 会是谁干的呢 装置被拿走的事 委屈部没有对外声张吧 没有 我让他们保密了 好 我有个险招 什么险招 我 去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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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命的去命的去命的 喂 我上电梯了 犯人一定会有所行动 你看好了 旗下出现的所有可疑人员 下次循环 直接抓人 好 老板 注意安全 大不了下个循环键 大不了下个循环键 大神 一层到了 没有上工 催命的 催命的 我 白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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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啊 白镜 你别管啊 别管啊 真聪明啊 发现了电梯的秘密 害得我只好改计划了 到底赏什么 钱吗 我想要你的命 你说谁这是 别扯没用呢 不要动他 把棍子扔过来 你别听他的你报警啊 你说人 你不要动他 我叫你把棍子扔过来 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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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别打了 别打了 不要打他 不要打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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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您 呃 本来 我只想做掉你一个 现在 送你们一起上路 下个旧环节 白晶 白晶 你醒醒 臭瓶 我 我劝你自首 自首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会后悔的 我也是逃生了 这也不救了 靳总 白秘书 你们这是看法 我说了会让你后悔的 后悔什么 这个东西 你认识吧 我不认识 不成没关系 到了警局再说也来得及 警察局吗 我这里 站住 我要报案 别管我 好 追人啊 追人啊 好 对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 警察 警察可真厉害 没想到 郑叔还没跑出公司 就被抓到了 果然是腾飞为了阻碍 竞标会 买通了张大勇 不过具体的原因 还是得等警察 传唤了楚天之后 才能告诉我们 嗯 你的脚 没事 嗯 这多不好意思啊 嗯 你在干什么 我只是 系个鞋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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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刚才你抓到犯人的份上 我就免员齐南 给你当警觉的工具吧 不用不用 你放下来 现在在哪儿 他虽然已经抓到了 过了十二点 循环就会解除 我赶紧回公司 准备竞标会的资料 白秘书 嗯 你的经验精神 真是让人感动 但是竞标会的文件 我已经准备好了 啊 这么快 循环多少次了 早都弄好了 那 我们现在干嘛 解除循环前 总得庆祝一下吧 好凉爽啊 自从毕业以后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啊 之前你在学校学的什么专业啊 跟你一个专业 学的计算机 那为什么来现实带做秘书 因为想看看 当时学校最厉害的编程大神 究竟是怎样工作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不过除了厉害的一面 更看到了讨人厌的一面 白敬 我开玩笑了 其实 我每天让你吃煎饼 是因为我以为你喜欢吃 是 煎饼简直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吃的早餐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煎饼再好吃 天天吃谁能加得住啊 反正不管我做什么 在你看来都是在博学你 给我的备注还是催命的 老板 您当然有大量 别量吧 好 偶像 别受我气了 你看 你看 好美啊 是还美 喂 白秘书 快看日期 嗯 嗯 五二零 怎么还是五二零啊 循环还没解除啊 为什么凶手都抓住了 事情也解决了 循环还是没有结束啊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我知道 我就是抱怨一下 来来来 白辣了 也许循环并没有理由 我们只是掉进世界黑洞了 只要我们不把今天当作是重复的一天 今天也可以是明天 今天也可以是明天 日期只是带好 只要我们活处不一样 它就会不一样 嗯 那么今天先做什么 好 老爸 你冷 你冷静一点 你想干吗 我不想再穿修人西服了 朱总 这是我私的标书 你不是一直想看吗 现在就可以看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来是想告诉你 腾飞发展到今天不容易 我劝你不要做什么非法勾当 打破良性竞争 不然来找你的就不是我了 通知张大勇取消行动 循环了体重也不会变 可以把每个味道的全腾 全尝一遍了 老板 你不是想跟我一起练瑜伽吗 开始吧 白静 您却不能干点循环该干的事吗 好 有一件 白秘书 想要钱找我就试了 何必出去买这个 你不懂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五块 十块 五十 五十 我第一次体会到中奖的感觉了 这袋小钱就高兴成这样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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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 中了 白秘书 中了 白秘书 我中了 我中了 你试试 你试试 该吃的也吃了 奖也中了 满意了吗 还有一件事 你试试 小金是吧 静景公司的老板 是的 伯父 那你怎么看上我们家丑静景了呢 妈 妈 伯母 外带是其次的 小金 你看上我们家静景什么了 我选他直率 现在是循环里 你也没给我发工资 咱俩那就是 有好工商的关系 不存在什么上下级 我选他 善良 不能亲 循环解除我就死了 那我来 选他 温柔 选他自律 还喜欢他 热爱运动 好 我选他的一切 小金啊 你对我们家静景啊 还不太了解 他呀 正常 情人眼里出稀施嘛 小金啊 我看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都累了 咱们全家整整齐齐的 就都睡这儿吧 都睡这儿吧 妈 怎么睡啊 老婆 老婆 爸 妈 小金啊 你看上我们家静静什么了 老婆 老婆 电梯坏了 还是走楼梯吧 白秘书 上厕所也要跟着吗 秘书就应该随时守候 这个呢特别好的 我擦一下就掉了 没关系的 我帮你擦一下 中了白秘书 我中了 高人呢 你应该跨过去 看我拿 我只是 系个鞋带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看 好美啊 冷吧 别说 你穿我爸的衣服 气质还挺搭 但打呼的声音很大吧 有妻女必有其父吧 我可从来不打呼的 你爸妈肯定正做着美梦呢 毕竟 你这么普通的女儿 竟找到我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对对对 不过呢 今天还是感谢你 帮我去演了这么一出戏 堵住了我老妈催婚的嘴 白秘书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不知道 看你前男友就知道 你眼光不太好 对啊 这句眼光越发不好 你最近有新目标了 没有啊 白秘书 你很可疑啊 我 蜘蛛 有蜘蛛 白秘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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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该不会只是贪图我的美色 不想负责吧 都十点半了 怎么还没打电话来 我不会有自作多情了吧 但是太主动了 可是现在这个年度 接了闻也不代表会有床了 要不我打个电话 不行不行不行 我打电话好像我很主动一样 不行 我打电话 七八九九一八 白秘书居然玩失踪 你休息 白秘 忍住 不能先联系 忍住 但是 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对吧 风轻云了 相约正好 白秘书竟敢出去约会 难道适合那个楚哲 有 白秘书 有事吗 有 什么事啊 我家浴室喷头坏了 是吗 那个我最擅长了 一会儿见吧 这不是好好的吗 刚刚确实不太好用 嗯 那 你除了这个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就算了 你自己慢慢洗吧 到底该说什么 什么 军师安 果然不想负责 这是那天的烟花吗 画得还挺好的 麻辣烫才是真爱 麻辣烫才是真爱 游泳专制剑周炎 今天又让他加班了 拿到驾照第一天的白秘书 连撞三次 你别看 合作愉快 连着画了三年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 是我想的那样吗 金石 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我 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那我走了 白晶 我喜欢你行了吧 其实我每次 半夜给你打电话都是想 嗯 都是想 白秘书 邮件怎么还没发布来 哦 老板我马上 你腿好点了吗 喂 其实我想说我喜欢你 喂 白秘书 又怎么了 你去哪儿了啊 我还有话没方法 喂 喂你要是敢 离开我你就 死定了 喂你不是要谈吗 你不要和别人约会了 和我约会吧 喂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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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对我有非分之想的 怎么连一九年的话都有啊 在更早日前 喂 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嗯 我只怕再这样下去 唯空置不住我自己 上去吧 嗯 我忘记买牛奶了 那我陪你去 走 我又忘记买面包了 好了 我们还有无数个五二零个 一起度过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吧 手机 干嘛 走了 拜拜 拜拜 走了 去吧 拜拜 我 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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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去吧 喂 在干吗 准备睡觉了 怎么了 有个文件想问你一下 循环呢 看什么文件 你要是想找我 找借口打电话 你就跟我直说 才没有 你快睡吧 还有半个小时就循环了 我们下个循环见 明天我来接你 那我睡了 等一下 怎么了 我选你 还害羞 幼稚鬼 还敢吗 我去 循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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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下楼吧 我到了 嗯 还有点啊 还行啊 那你到了 走 你看 你看 这白秘书果然功能了 干啥他还有这本事啊 秘书嘛 十个有九个都是狐狸精 就是 怕什么 等他们下次学完就不记得了 对 我就是勾引了 怎么着 疯了吧这是 这白秘书疯了吧 这白秘书 菲菲 小张喜欢你很久了 真的假的 小张可以啊小张 不是谁啊你啊 老板 你的文件 隋雷 不要 上班了 回来 沈 真吓头 原来 白秘书喜欢的是金总 金秘书 一放麻辣烫的保折期只有二十分钟 过了这个时间红油就会凝固 汤汁就寡淡了 学的倒挺快的嘛 那人家 那人家毕竟是你的直系学妹嘛 你学的 学妹 谁的电话 不知道 工方 喂 喂 你好 白晶小姐 这边是腾飞公司的HR 由于你没有在昨日二十四点前提交离职证明 提供已经被取消了 湛汤 本计划于昨日与新时代公司战略合作 签约的科威总裁王某乡被报涉嫌诈骗 警方已立案调查 昨日 五月二十一 循环解除了 白晶 我喜欢你 其实我每次半夜给你打电话 都是想跟你告白 金珊 我也喜爱你 金珊 我也喜爱你 原来由于不决的告白 才是学完的开关 下午见票会的文件 需要我核对一下吗 白秘书 快 准备文件 好 好 好 烟香膏我都兑好了 没有问题的 爸爸 加油 喂 是信誓代办公室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说啊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啊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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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标会 成功了 好 晚上一起聚餐啊 对 老板呢 老板呢 是什么啊 是啊 是啊 一起去吧 一起去吧 真没眼力见 老板当然是和白秘书 老板当然是和老板娘去聚餐了 对不对啊 对 好 这下午在公司彻底射死了 看来 我只能辞职 我 台秘书怎么每天都想辞职啊 去吧 嗯 那